中文字幕志愿者 1060箱从广州空运到了北京 他这个买的口罩呢叫FFP2 那么跟我们国家的这个医用防护口罩呢 是有在这标准上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这个中国的这个疫情需求 特别是湖北和武汉的疫情需求 所以世界的这个很多国家 在之前都给了我们的很多的帮助和支持 这个中国一个老话叫投之以逃 保之以理 国内的话对这类的防疫物资啊 现在还是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 包括有特别是口罩这类东西